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月前往中美洲邦交国巡回演出 肩负起文化外交的任务 我国的文化表演艺术能量非常的丰沛 那近年来我们也一直积极的在安排 国内的表演团体到国际上去展现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很高兴今年我们能够安排台北民族舞团 到中美洲几个国家去演出 透过他们的展演一定让我们的友邦 都能够认识到我们台湾独特的文化风貌 台北民族舞团成立26年历史悠久 国外演出多达700多场 足迹踏遍40个国家表演经验丰富 舞马特色从传统中加以创新 舞团为了这次的巡演 特别准备了六个经典舞马 呈现台湾节庆 客家风情 原住民舞蹈等 宝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色 像原住民那个《飞鱼记》 这次我们是南语的情歌 这是一首叙事书 非常美的叙事书 三个中美帮交国巴拿马 宏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则安排舞团在国家剧院演出 浅见友邦也相当重视这次的巡演 友邦中华大使都希望透过台湾舞团的巡演 促进友邦人民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文化 也期许未来和台湾能够在文化 艺术 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 有更多更密切的合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